本月26号 李显龙抵达美国 对美国进行长达8天的访问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 李显龙的访美之旅 怎么看都别有深意 就在3月5号的时候 新加坡政府曾经宣称 会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 以及金融制裁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可是自1978年 越南进攻柬埔寨以来 新加坡第一次对其他国家实行单边制裁 而且新加坡还是东盟中 唯一一个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 根据这点可以看出 新加坡在俄乌冲突上 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西方那边 新加坡的举动对俄罗斯来说 影响可是十分巨大的 因为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太过重要 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 掌控着东亚地区到俄罗斯的海上通道 如果新加坡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其港口 或者穿越马六甲海峡的话 必然会给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造成巨大的损失 另外一方面 新加坡身处东南亚油气盆地 与中东产油区之间 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石油资源的 可是却能够依靠它的地理位置 成为亚洲石油产品定价中心 和世界三大石油加工中心之一 哪怕俄罗斯货船不经过马六甲海峡 在加工和交易方面 也是很难避开新加坡的 所以说新加坡的制裁 对于俄罗斯的经济而言 无异于一技重拳 与此同时 也是向咱们中国等国家敲响了警钟 新加坡既然能在此次俄乌冲突的时候 响应美国的号召 不惜破坏自己40年来的惯例 去制裁和自己相距甚远的俄罗斯 那在未来的某刻 新加坡会不会像如今这样 利用自身的地理质变来对付咱们吗 对于这点 我们不得不承认是非常有可能的 从俄乌冲突爆发以后 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 都是保持中立与呼吁和平的态力 当然除了韩国和日本这种 没有军事主权的国家之外 咱们中国 东盟 甚至连印度 都是一致反对单边制裁 主张对话解决才是正确方式 而且都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中 投了弃权票 而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的做法 就显得非常格格不入 新加坡外长维文 甚至公开要求中国对俄罗斯施压 并用自身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结束俄乌冲突 而且他还把俄乌冲突形容是 比柏林强倒塌更重要的时刻 不过这种言行 明显与新加坡的角色定位不符合 并且新加坡还投了 东盟成员国中维尔的一张赞成票 另外一个投赞成票的是泰国 相比新加坡 泰国并没有谴责俄罗斯 也并未进行任何实际的制裁 亚太地区的国家 不愿参与此次制裁的原因很明亮 同样也非常正常 因为这样做 不符合我们和东盟国家的利益 战场离我们毕竟十分遥远 要操心也应该是欧美国家去操心 和我们没太大关系 至少欧美国家对于这次冲突 负有直接责任 这锅不应该由我们来背 也正是因为如此 新加坡的行为 和其他保持中立的亚太国家乡 就显得十分特立独行 这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怀疑 尤其是李显龙宣布 对美国进行长达八天的访问之后 这种疑惑更是被进一步地放大 对于这件事 新加坡一名高官 在26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 对新加坡的立场跟原则进行辩证 这篇文章里说 一国不能武力侵略另一国 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也是联合国的明文规定 而我们一直坚定拥护国际法 我们认为所有国家不论大小 其主权 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都应该得到尊重 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 一国毫无理由地攻击另一国 也不能接受一个国家 形容另外一个国家的独立式 历史错误和疯狂的决定 所以这就是我们 强烈谴责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原因 值得说到的是 新加坡对了实施制裁以后 很多新加坡的专家 都对这件事进行过辩解 他们说新加坡是一个小国 能在这种群雄割据的环境下生存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强大 另一方面是因为有国际法的保护 所以我们对这种事情 一直都非常明白 如果这种事没有受到相应的成绩 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大国纷纷效法 到那时候 我们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可是当时马上就有人点出 那些西方国家已大欺小的时候 你们新加坡怎么没站出来仗义直言啊 就这个反驳观点 在文章里还就真提到了 说他们新加坡曾在1983年的联合国大会上 对美国入侵和林纳达的事件 投了反对票 还曾在1979到1989年之间的联合国大会上 对越南入侵柬埔寨投了反对票 并且他还强调说 投反对票并不代表新加坡就是美国的敌人 相反的是 美国一直都是新加坡的好朋友 只是新加坡需要表达不同的意见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 他想表达的观点无非就是 新加坡也曾反对过美国 所以我们新加坡制裁俄罗斯 是出于国际利益的讨论 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或者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压力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 美国在入侵格林纳达之后 过了没几年 就又入侵了另外一个国家 巴拿马 这两次战争十分相似 都是美军以闪电战的方式 迅速颠覆了其国家的政权 可是他们在世界上的待遇 却相差甚大 格林纳达战争爆发以后 有108个国家赞成谴责美国 27票弃权 反对票只有9张 甚至有9个北约国家 都赞成谴责美国 但在巴拿马战争发生的时候 谴责美国的反对票 却有20张 还有40票弃权 只有75张赞成票 这就很明显 美国在格林纳达战争中 非常孤立 而这很可能是 格林纳达是英联邦成员的原因 至于宣称自己 曾反对过美国的新加坡 碰巧也有着英联邦成员的身份 这就很难不让别人怀疑 你是不是看在曾经的宗主国 英国的份上 才反对美国的 而巴拿马同样受到美国的入侵 在联合国谴责美国的决议中 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比例 却变成了75比20 40票弃权 而且除了瑞典 西班牙 奥地利等少数国家以外 西方国家基本都是反对或者弃权 而新加坡所谓的反对美国 摆明了就是看人下菜碟 如果被入侵的国家没什么后台 就假装没看见 反之就象征性地反对一下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新加坡的做法 纯粹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中国为何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你一个大丸小国有什么资格 对我泱泱滑下指手画脚